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根据需要加以各种发展跟变化 这样您讲起来好像作曲是一件蛮简单的事情 您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就让我们用曲中的第一主角杨过来做例子好了 请各位先听听杨过的主题 第一次出来也是杨过第一次亮相看似个什么样子 这个杨过的主题听起来很有力度 然后也有点调皮 但是又有点叛逆 跟小时候的杨过的个性很接近 请问老师你怎么样想出来的 说起来也蛮好玩 因为我的母语是广东话 那广东话是什么样的句子都可以问字要音把它唱出一个旋律来的 那比如说你的大名是罗之云 那广东话一唱就是 这样这个音跟旋律就出来了 那这个杨过是字改字 那杨过改字如果我用广东话一唱就是 那翻成音它就是 这样就出来了 这么讲起来真是很有意思 那老师你这个主题跟这个动机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是大同小异 有没有什么区别 细点的话它还是可以有区别 就是主题一般来讲要长一些要完整一些 最少一个完整的乐句 那动机一般来讲是短一些 可以短到只有两三个音 那所以说杨过主题也可以说是杨过动机 对 那老师你可不可以以这个杨过动机作为一个例子 来给我们大家 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曲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好那就先让我们来听听杨过动机的第一次的变化 好 这个音乐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杨过动机 我觉得它变化很大 那老师可以为我们解说一下吗 这样的一个变化 首先是它的节奏 从慢变成了快 从缓变成了急 那第二是它的调性 从原来的偏大调变成了偏小调 第三是它增加了一个对位的旋律 然后这个对位旋律在反复的时候呢 两条旋律是互相交换位置的 第一次的时候是主旋律在上面 对位旋律在下面 第二次反过来 对位旋律在上面 主旋律在下面 像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效果 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意境方面说的话 那它这种变化是表现的 杨过性格中偏激的 反叛的那一面 那从音响上说的话 它两条旋律重叠交集在一起的时候 它那个丰厚度是远远超过了 一加一等于二 那所谓交响乐最重要 也就是这种重的音响上的丰厚了 有没有问题 嗯 了解 好 那我们再往下听第二个例子 好 嗯 刚才这个例子 好像跟杨过的原始动机 有一点不太一样 它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吗 哦 不只有 而且非常密切 不过这个需要有一点慧眼才能发现 我先不把答案告诉你 你再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自己来找到答案 好 我好像找到它们的共同点了 它们都是 首都开始 然后结束在 瑞 那原始动机是六个音一起出来 然后第二个例子呢 是先 首都 然后再来是 首都瑞 最后是首都瑞发 然后您再把它加以变化 是吗 哦 很好的分析耶 你能不能试试看 找出他们这个意境跟技法上 两次的不同之处 是 意境感觉好像 前者比较灵巧 又反叛 然后 后者感觉比较悲愤 悲苦一点 然后您前者 开门见山 然后后者是有点层层推进 那前者快 后者慢 前者高音 后者低音 然后 前者用木拐 然后很轻 然后后者您用弦乐旗奏 很强这样 哇 超级棒的分析耶 嗯 那我们可以再听下一个例子 好 谢谢